好,下面开始讲我们今天的第二节课 在我们的第一节课当中呢 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CED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界面 也整个的一个界面 然后呢,我们在课程的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直线工具当中水平线和垂直线的一个绘制方法 好,这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的笔记来简单的回忆一下 好,在这边呢,我们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记住 首先,第一点当中工具栏里面的我们如何调出工具栏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 因为后面呢,包括如果要学CED三维啊 有很多的工具呢,我们都需要这样把它调出来 还有呢,选择的一个方法 在这边我就不多讲了 好,到后面很重要的,我打了一个信号 第六点我们的命令栏当中的内容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是所有命令出现的地方 所以我们画图的时候 请同学们一定要跟着我们这边命令栏所提示的一个命令来进行绘制对象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还有呢,就是我们第七点当中 我们的正交,对象捕捉和对象追踪 到最后呢,我们第八点确定键很简单 三个键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最后的我们的直线当中水平线和垂直线的一个绘制方法 包括一个叫做相对坐标 好,简单的回忆了一下我们上节课的一个内容之后 我们直接进入到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学习当中 好,这节课呢,我们首先还是来看直线工具 直线工具上节课我们讲了水平线选择直线之后 我们指定第一个点,好,随便点击之后 拖出来这条线,点击F8将正交打开 好,绘制一条,比如说这么长的直线 好,结束命令 再来选择直线工具 点击一个点,拖出这条线 好,再次点击一个点,结束命令 这就是我们水平线和垂直线的一个绘制方法 当然呢,我们还讲到了我们输入长度 选择直线,指定一个点,拖出方向 输入长度好,1000的长度值 点击确定键 这时候呢,长度也出来了 好,在这边我们看到 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叫D-Wa-In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请大家在绘制的时候 一定要将这个D-Wa-In动态输入 把它打开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你们的一个操作的话 你们看到,在我们的光标上 都会显示你的一些对象的参数 现在它你可以直接观察到 我们对象的一个长度值 好,1000的话 你是直接输在我们的光标上的 点击确定就出来了 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边的一个叫做D-Wa-In D-Wa-In 这个就是我们上节课所讲到的水平线和垂直线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我们的有角度的直线 有角度的直线 这时候选择直线 我把第一个点,我定在我的这个十字 正中间,我绘制的一个十字架 或者说我们这边的一个坐标 把它拿到这边来 在这边呢,首先我们必须得理解到的就是我们角度的一个判断 也就是我们角度的是一个什么怎么样来形成的 在这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的 就是我们角度当中零度的位置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圈都是360 这个大家肯定都明白 零度的位置很多人都认为是这条水平线 对吧 好,这边一定要注意了 零度的位置呢 它是在我起点 我的起点在哪里 在这个十字的正中间 这个点上 我现在点的这个放了这个点上 好的零度位置是在起点 右侧也就是这一段 右边的这一段 水平线上 一定要记住了 右边的这一段 然后我的角度呢 它是逆时针旋转 逆时针都知道吧 和时间是相反的 逆时针旋转为正值 为正值 相反呢 顺时针这么转的话 顺时针旋转为负值 为负值 所以呢我们的角度当中 零度的位置 90度的位置 180度的位置 好,到这边 零度的位置 顺时针呢 负的90度 负的180度 好,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理解 一定要理解 好,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角度的一个输入方法 角度如何来输入呢 首先指定第一个点之后 拖出来这条线 拖出来这条线 好,然后呢 那我们看到光标的左侧和右侧都会有两个方框 左侧的写着625点几 右侧的写着40度 40度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输入它的长度值 好,直接输入 比如说长度是500 输入一个500 这时候我们看到光标呢 它是在我的这个500的这个方框里面 500当中来运动 在跳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它切换到我的角度当中来 好,怎么来切换? 按住我们键盘上的shift键 shift键按住不放 记住按住不放shift键 然后呢 加上我的小余号 好,这时候也就是说shift配合我们的小余号键 我们看到这时候就已经切换到了我的角度当中 好,现在我再来输入一个角度值 比如说45度 输入一个45 点击确定键 好,结束命令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 长度500 角度45度的一个 线条就绘制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角度的一个输入方法 听明白没有?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起点位置 好,还在定在这个点上 现在我要绘制这一半的一个角度值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角度应该多少呢? 我们的角度依然是从零度开始 逆时正旋转到这边 90度再转过来 再转45度 也就是135度 135度 所以我的长度值 我输入500 shift加上小余号 我们再来输入135 确定 明白了没有? 就是这么来输入的 就是这么来输入的 好,那么到了下面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 零度到负的180度之间的时候呢 我们的角度值 我们就要输入负值了 比如说长度还是500 shift加上小余号 切换到角度当中 我们再来输入负的135 确定 我们看到角度出来了吧 好,在这边 当然你可以输入225 可以输入负的135 都可以 只不过呢 我们相对来说 输负值的话 比较的方便一点 因为呢 有的时候角度就不需要计算了 当然这个都是 看大家的一个习惯 在这边呢 简单的了解一下 好,到最后一个向线 也就是我们的 零度到负的90度之间 角度也是一样 长度值500 shift加上小余号 切换到角度当中 我们再来输入一个负的45 点击确定键 好,OK 我们的这四个方向 都是以较平分线的形式的 四个方向的一个角度值 我们就输入出来了 大家听明白没有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直线当中 角度的一个操作方法 好,在这边 我们打开一个 我们的奇题当中的 还是我们第一节课当中的题目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好,比如说是我们的 看一下 好,这个图我们等一会儿来讲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 首先一条直线 长度45度 角度是30 长度是30 角度是60度 好 第一条线画出来 长度45 点击确定键 好,然后拖出方向之后 点击F8 将我们的正交关掉 因为呢 你要绘制有角度的直线 肯定不是水平垂直了 长度30 好 长度30 之后呢 我们要输入角度值 对不对 Shift加上小于号键 切换到角度 这时候我们的角度 应该输入多少呢 它告诉我们这条线 转过来是60 那么我们的角度应该多少 0度在起点的右侧 我们再回忆一下 历史真学呢 转过来 我是不是应该用180 减掉60啊 好 这个是120度 这个大家能明白了吧 数学上动角度的一个问题 好 然后再连到这个点上 点击 结束 这个图是不是就绘制出来了 能明白的吧 好 关掉它 这个呢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题目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图 好 这个图当中呢 首先我们看到 这条线长度30 这条线80 这条线还是30 好 这个时候我要找这个点 画出这两条线的话 好 这边写了一个A 这边写了一个2A 什么意思呢 这边是三分之一 这边呢 是三分之二 所以三分之一的长度 就是80除上3 但是呢 我们知道80除以3的话 是一个除不尽的一个状态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直接 直接怎么样 直接来输入 好 怎么输入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把随直线30的长度 绘制出来 好 过来80 确定 再往上30 确定 好 结束命令 这时候我要找这个点 好 怎么找 再次选择直线 第一个点呢 我假如还是定在这边 拖出来 长度80除以3 对不对 我就直接80除以3 好 点击确定键 点击确定键 我们看到 是不是直接找到了这个点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的这个长度值呢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除号键 来帮我们找 当然不要偷懒 加减乘是不可以的 只有除号可以 在这边 大家一定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关掉正交之后 连到这个点上 结束 再次选择直线 从这个点开始 拖出来 拖到这个点上 好 再来绘制这边的这条线 长度依然是80 长度80 那么角度多少度 好 先看一下 这边是80 对不对 我画一条水平线 这条线的长度 是不是也是80啊 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吗 等边三角形 所以的话 等边三角形 这边的角度 是不是就是60度啊 所以我们呢 直接 好 画一个长度 80 Shift加上小语号 120度 对不对 好 连过来 为什么是120度 明白了吧 这边是60 0度在右侧 在右侧 好 这边 120 明白了没有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关于角度的一个问题 好 在这边呢 还有一个图形 我要请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图稍微要复杂一点了 稍微要复杂一点 好 好这个图的话我们能看到这边这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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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可以用水平线和垂直线把它画出来到这条线上的时候它只告诉了一个我们的角度长度是不是没有告诉我们好但是在这边我们十个距离值的时候十个距离值什么意思它表示的是我们的水平长度水平好长度是十个好然后呢我做一条垂直线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个焦点啊对可以找到这个焦点啊对可以找到这个焦点啊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点好我们来简单的绘制一下从这个点开始一条垂直线下来长度十个点击确定键好往左边拖出来十六确定往下面三十确定往这边十个确定好到这边了正交F8把它关掉长度是多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的话没关系我们刚才讲了 这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方框当中是不是直接有长度值不用管它直接点击长度值你就不需要输入了直接Shift加小于号切换到角度当中输一个六十度起点右侧啊水平线对不对六十度好我们看到这条线是不是出来了长度你要多长好大概这么长是不是就可以了点一下结束就可以了 因为呢你只要长度其实你是随便的你关键是要保持这个锤这个角度只为六十就可以了好然后呢你再来一条水平线正交打开长度十个往上找到这个焦点对不对 找到了这个焦点之后不就相当于找到了这个点吗然后呢我再来回值长度二十六好下来多少下来我们不知道大小但是呢我们反过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点来找到这个点对不对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多少不就下面的水平距离吗十二十四十六五十八直线 从这个点从这个点从这个点过来五十八个距离之好再往下多少三十五往左十二的距离之然后往上连到这个点上好OK这个图基本上是不要完成了好到这边这边的话依然不知道长度和这边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好直线第一个点拖出来正交关掉到这边长度多少随便 所以呢大概这么长就足够了shift加上小于号减shift加小于号直接切换了角度角度多少零度转过来所以这边90加50142度好出来了多长这么长就可以了好再来绘制一条水平线是不是雏形就出来了在这边呢不要的线段把它删掉好在这边我先引入一下修剪工具 等一会呢我会告诉大家好OK这个图纸就画出来了当然我刚才用了一个修剪等一会我会告诉你们的这就是我们直线工具的一个用法好在这边既然大家已经学到了直线工具我不得不提一下的就是在我们的CED的学习当中希望大家都记住我们所有的工具它都存在着快结界快结界 好比如说直线它也有哪个呢我们选择直线看一下是不是9也就是它的英文名称好直线的一个快结键就是L字母线L怎么操作呢直接输入L我们看到L出来了然后呢点击确定键这时候我们看到是不是直线工具对不对我就可以来绘制一条直线出来所以点击快结键L确定之后呢可以直接来绘制直线 就可以了明白这种方法没有这个就是一种很快结的方法所以呢我们都叫它快结键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所讲到的直线工具好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回忆一下我随便把它写下来好这节课我们首先讲到的还是直线工具快结键呢是L字母键我这边快结键几个字我就不写了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角度的判断 角度的判断 角度的判断当中首先零度的位置是在起点右侧的水平线上好然后呢是我们的角度都是逆时针 到 Alex appetite 旋转转 것으로我们 trotzdem 逆时针先后出来的当然顺帖为负值 顺便转段 这就是我们角度的一个判断好第2点 角度的输入方法 角度的输入方法 好角度如何输入呢 首先我们输入长度值 长度值 当然我们首先比如说我们指定 起点后 拖出方向 拖出方向 好输入 长度 然后呢shift 加上小于浩减 然后再输入角度值 明白没有指定起点后 拖出来方向输入长度 然后呢切换到角度 然后输入角度值 这就是我们角度的一个输入方法 好在这边呢 我再讲一点内容 再讲一点内容 好什么内容呢 我们画图的时候 我们都要节约时间 都要节约时间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画了一条直线出来 如果画了一条直线 我接着还是需要绘制直线的话 我再次点击确定键 有没有发现 再次点击确定键 它是不是还是在绘制直线啊 对的吧 好再点 是不是还是绘制直线 好 所以再次点击确定键 不是绘制直线工具 是什么呢 重复上一次命令 记清楚这句话 重复上一次命令 好 现在我点一下Ctrl加Z 还记得Ctrl加Z什么意思吗 撤销 Ctrl加Z 这条线没了吧 我再点确定 是不是又少了一条线 再点确定 是不是又少掉一条线 所以它一直在重复 我刚才的命令 所以我画一条直线出来 再点一下确定 还是直线 重复命令的意思 明白了没有 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 很省时间的话图 好 分开来写 这时候呢 是在我们结束命令之后 结束命令后 再次点击确定键的话 是重复 上次命令 这句话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打一个信号在这边 打一个信号 好 这就是我们的直线工具 和我们的这个重复命令工具 直线工具呢 我们了解到了 但是 请大家注意一下 直线的角度 不是可以 不能够解决所有有关于角度的一个问题 好 为什么呢 好 在这边我打开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我打开作业 我们进入到第二节课的一个题目当中 好 第二节课的一个题目当中呢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这个 它没有这个 好 不是这个图 好 这个图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是不是很简单 只有四条线 对不对 好 只有四条线的话 首先选择直线 画出来 正交打开 长度 40 拖出来 正交关闭 这条线 长度60 shift加小于号 切换的角度 这就是角度多少 从右侧水平线转出来 180 18-137 43度 好 到了第三条线 我先结束命令 到这条线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它告诉我们的角度 是不是这边的65啊 这个角度呢 怎么办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角度 刚才直线输入的都是从水平线开始 转过来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它告诉我们的角度 是这两条线的一个夹角 这两条线的夹角 是不是跟水平线没关系 所以呢 这个时候直线当中的角度 就解决不了这种问题 但是这种问题呢 在我们现实的话图当中 却能很多次都能碰到这种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引入到 我们的第二个工具当中 叫做构造线 好 构造线呢 它也是属于我们的线条类的对象 但是构造线呢 我们看一下 选择构造线之后 怎么画 还是回到我们的命令栏当中 来看一下命令栏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命令栏的内容呢 是比较的多的 在这边大家注意一下 首先我们看命令栏啊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或这个字 这个或这个字 大家一定要注意 先看这边 前面的啊 指定点 指定点 好 点一个点 就点了一个点之后 我们看到这条线 还是可以在这边动的 为什么 因为一个假如 假设我一根很长的木条 钉了一根钉子 在它的中间 这个木条是不是可以转 所以在这边的话 它也是可以转的 所以呢 我还要再钉 再次钉上一个钉子 也就是命令栏所讲的 看到我这边 指定通过点 好 再点一个点 结束命令 这条线是不出来了 好 构造线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种线条 很长的一种线条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我们的一种构造线 很长的线条 好 这个呢 构造线在这边 我们呢 这种线条和我们直线绘制出来的 是不是非常的相似 角度也是一样的 当然构造线很长 而直线的比较的短 好 在这边的话 构造线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其他的命令 因为这种和直线一样啊 所以呢 它的一个用法 完全可以被直线代替 但是构造线当中 我们刚才讲了 或这个字的时候 或后面的这一些 我们看到中括号里面的 才是我构造线当中 所应该注意到的地方 而中括号里面的呢 我们通常都叫它扩展命令 扩展命令 所以在这边 我们要怎么来选择呢 这时候来看我的操作 这是我们直接光标在图纸 当中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啊 直接鼠标右击一次 直接鼠标右击 我们看到水平垂直角度2等分偏移 是不是和它完全一模一样啊 对 这时候呢 也就是说 或后面的命令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啊 或后面的命令 我们要通过鼠标右击来选择 鼠标右击来选择 好 选择了之后 我们来看第一个水平 点一下 出来的是不是一条水平线 对不对 好这条水平线我放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它所讲的指定通过底 好比如说放在这边 点一下 结束命令 水平线是不是就出来了 所以呢 扩之后的这些扩展命令 才是我们构造线 所应该掌握的 好再次重复命令 是不是点击确定键 重复命令 我刚才删掉对象了 构造线 构造线 第二个命令 垂直 右击 点击垂直 我们看到垂直线出来了 指定通过点 好放在它的终点上 结束命令 这时候呢 水平线垂直线都出来了 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好 构造线的重点内容来了 第三个角度 或后面的 要通过右击选择 右击 角度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命令栏当中内容 输入构造线的角度 或者参照 好 有了或这个字的时候呢 我们依然 先看或之前的命令 因为或后面的 我们要右击选择 对不对 好 输入构造线的角度 好 输入一次 我输 假设我输一个30度 确定一次 我们看到30个角度值的一条直线出来了 放在什么地方 它的通过点 好 通过这个点上 这个30度的一条直线 我们就绘出来了 当然这个绘制30度的直线 是不是和我们这个直线输入30 比如说700的长度 shift加小于号 30个角度值 这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样 对 只不过一个长一个短 好 所以这种呢 我们呢 比较简单 构造线当中 右击角度 重要的是这个参照 好 这个参照是什么意思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我们刚才画的这条直线 是不是30度 对吧 所以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是从水平线 逆时针旋转了30个角度值 所形成的直线 所以呢 我们的角度都是参照着水平线来进行旋转 所以也就是一个参照线的意思 好 这时候我右击来选择或后面的这个参照命令 参照 那让我们来命令栏让我们来选择直线对象 好 我选择这条线 刚才绘制的30度的这条线 也就是说我选择了这条线之后 这条线就被定做我的参照线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角度就是从我现在当前选择的这条线上来进行旋转 所以如果我想画一条垂直线的话 我是不是只要从这条线的基础上逆时针旋转一个60度啊 能明白的吧 所以在这边输入构造线的角度 我是不是只要输一个60度 60度确定一下 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吧 好 如果我想画一条水平线 所以我构造线右击角度 再来右击参照 好选这条线 然后我是不是只要顺时针转一个30度吧 顺时针 当然顺时针为 为什么 负值 负的30度 确定一下 我们看到水平线 是不是就出来了 能不能明白这个参照的意思 好 讲到这边 你们回忆一下我刚才的那个图形 好 这个图 我们可不可以用刚才讲到的这个参照命令来做呀 可以吧 我是不是只要把我们的这条线 现在选择的这条线定做参照线 然后呢 我们往顺时针方向 这边往里面转是不是顺时针方向 顺时针方向转一个角度值 转到这条线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比如说我把直线画一条直线出来啊 我从这条线上往这边旋转 是不是可以旋转到这条线 或者呢 我逆时针往这边旋转 是不是也可以旋转到这条线 都是可以的吧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构造线命令 选择构造线 选择角度 或后面的右肌角度 再来选择或后面的这个 看命令栏啊 右肌参照 选择直线对象 我来选择这条线 输入构造线的角度 我们要说多少度 来先想一下 往这边旋转 这边65 这里面是不是也是65 对角线吗 所以里面也是65度 我是不是只要旋转65度啊 但是这是什么方向 一定要看清楚 这是顺时针方向 顺时针 所以为负的65 确定 是不是出来了 好 放在这个点上 他所讲的指定通过点 命令栏的内容 一定要放在这个点上 点一下 结束命令 明白了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构造线当中 这个参照 好 对于这个65 我们怎么来确定它的长度 在这边 暂时我们还是没学到这个方法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图先放一放 把这个图先放一放 明白没有 在这边主要要掌握我们这条线的一个 如何绘制出来的 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参照 明白没有 好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参照命令啊 好 我们再次回到这边来 参照很重要 等一下呢 我把它写给大家 写给大家 在这边 随便的绘制一个角度出来 我们接着来看构造线当中的其他命令 好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二等分 这个二等分 二等分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指的是角平分线 右击 二等分 怎么做二等分 指定角的顶点 好 这个点 指定角的起点 这个点 指定角的端点 好 这个点 结束命令 我们看到出来了一条线在这边 这条线呢 就是我们的角平分线 就是角平分线 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怎么做 刚才的命令 然后点击F2 可以把它调出来 来看一下指定顶点 这个点 指定起点 这个点 指定端点 这个点 好 最后一个结束命令 这条线就出来了 非常的简单 好 二等分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构造线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 偏移 当然构造线当中 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还有一个叫做偏移 偏移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肯定有本子 大家都见过 练习本上面的水平线 什么都是一条一条的平行线啊 平行线就是指的是偏移 好 平行线就是偏移的意思 偏移就是来做平行线 所以我们怎么选偏移 还记不记得 右击 偏移 来看命令难度的内容 指定偏移的距离 或者通过 所以又有或这个字的时候 先看或之前的命令 偏移的距离 好 偏移的距离就是我平行线之间的一个距离 比如说 一把 距离只为一把 好 点击 确定键 选择直线对象 也就是说我要做哪条对象的平行线 比如说这条线 选择它之后 问我们向哪一侧偏移 我是可以往上偏 也可以往下面偏 如果我想往下偏 光标只要挪到这条线的下方 当然尽量的远一点啊 点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条线自动就出来了 是不是平行的 好 当然命令没有结束 他说还可以接着选择直线对象 我再选这条线 我往上偏移 再点一下 是不是也出来了 明白没有 这就是绘制水平线 平行线啊 平行线讲错了 好 刚才呢 我们绘制了这么三条线出来 当然这三条都是平行线 你要知道 天移不是说所有的方向上 给一个距离你就可以偏的 比如说我画一条水平线 长度比如说1000的话 你能不能偏过来 能不能偏 不可以偏 不可以偏 为什么不可以偏呢 因为水平线方向的距离 是在他的垂直方向上 是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光标上显示的距离 200 是在这个方向 所以一定要是垂直方向 才能够直接进行偏移 要不然的话是不可以的 要不然的话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边呢 大家请注意一下 好 但是有的人说 那我一定要把这条线 偏移到我这个1000的 这个角度的 这个点上来怎么办呢 刚才有没有看到这个偏移 右肌偏移当中的这个扩展命令啊 通过 好 通过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右肌来选择这个通过 让我们来选择直线对象 好 选择这条线 选择这条线 选择这条线之后 有没有发现我的光标上 自动就会有一条和它完全一模一样的直线啊 这时候呢 我们只要通过指定它的通过点 来挪到这个点上来 点击一次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直接到我想要的这个点上来了 所以通过的意思就是 把我们需要的直线 直接复制到我们需要的那个点上就可以了 这就是通过的一个意思 明白了没有 好 了解了一下我们构造线的一个作用之后 我们来找一个习题 我们来温固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我来找一下 好 不是这个 好 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 相对来说 我们要比前面两 前面一节课当中的题目要复杂的多了 好 其实呢 你仔细的观察一下 它也是比较的简单的 稍微的缩小一点 挪到旁边 好 这时候我们首先得找到我们这个图纸当中 我们要从什么地方开始绘制 这边是不是水平线 长度50 所以我直接从这边开始绘制 选择直线工具 指定第一个点 拖出方向 长度呢 是50的长度 对不对 确定 好 往上面拖出来 长度8个距离值 再往右边 14个距离值 再次往上面 27个距离值 好 再往左多少 距离相等 14个距离值 好 绘制这条直 绘制这条角度直线了 F8 将正交关掉 长度20 Shift加上小于号 角度多少 120 确定 一条水平线 正交打开 水平线的长度知不知道 没告诉我们吧 所以随便画一条线放在这边 然后呢 怎么办 我们反过来逆方向绘值 好 从这个点上 做出来 F8 长度20 Shift加小于号 角度多少 120度 120度 水平线 长度23 23 到这条线呢 这条线大家能看出来 角度多少吗 这边45 那水平方向转过来 还是45啊 和我们刚才讲到直线的绘制方法是一样 我可以直接 Shift加小于号 切换的角度当中 直接45度 确定 长度呢 大概这么长 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刚才讲到的构造线 右击 角度 画一个45度 确定 放在这边 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所以呢 我就删掉其中一个了 好 在这边呢 多余的线条 我先把它剪掉 这个时候 这个图的一个边框 是不是就画好了 然后再到里面的这个框 有没有发现里面的这个框 跟它好像很相似吧 所以呢 它都是平行 平行 平行 都是平行线 所以我们平行线用什么方法 刚才讲到的 构造线 偏移 右击 选择偏移 好 偏移多少 距离值 好 先偏移这边三个 十个距离值 所以指定偏移的距离值 十个 确定 选择要偏移的对象 往里面偏移过来 再选择之前对象 往这边偏移出来 再选它 往这边偏移出来 是不是三条线都出来了 好 结束命令 然后呢 因为这个线条比较多 我把它先减掉 减掉 好 这边三条线有了 再来绘制这边的三条线 再选构造线 这边666 所以我们右击 偏移 好 输入距离值 六个 确定 选择偏移的对象 往下面 点一下 这条线 点一下 这条线 往上点一下 这边也出来了 好 先修剪一下 好 最后剩下的这条线 有没有看到 41的距离 要看到它的标注 你要明白是什么意思 是这条垂直线 和这条垂直线 之间的一个距离 所以我们可以 是不是可以 也是可以用偏移 右击 偏移 距离值 41 确定 好 选择它 偏出来 点拖位置了 偏出来 好 是不是出来了 把它剪掉 剪掉之后呢 这个方框 就绘制好了 然后再到右边的 这个小方框 这个方框呢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也很简单 可以用偏移 把它偏出来吧 但是呢 可以不用偏移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到的方法 当然都是不一定的 你可以用 简单一点的 用直线 是不是可以画出来 回忆一下 上节课的内容 好 直接用一条直线 用相对坐标 找到这个点 是不是往左边多少 四个距离值 往上六个距离值 往左边 x轴 应该是 负方向 所以就应该是 负的 四个距离值 然后逗号键 切换到歪轴 歪轴是什么 往上方 看到吧 往上方 六个距离值 所以往上方 直接就是六个距离值 确定一下 是不是找到了这个点 找到这个点之后 正交 打开 好 长度值 18个 又 往右边拖出来 六个距离值 确定 往下拖出来 是不是还是失败 好 然后最后连在这个点上 结束 是不是这一条 这个方框也会出来了 好 把它删掉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几点内容 大家都要灵活的运用 要灵活的运用 所以这几点内容呢 我们来总结性的 总结一下 然后我们一起回忆回忆 构造线 构造线 当然它也有快捷键 XL 等一下 我再来演示一下 好 第一点内容 我们必须得注意一点内容 注意什么呢 命令栏中 出现 哪个字呢 或 好 这是我们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个字 或之前 为当前命令 我们呢 可以直接性的操作 可以直接操作 而 或之后的 为扩展命令 我们可以通过右击 来选择 好 第二点内容 我们来看构造线的命令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右击 选择 扩展命令 好 选择哪几个呢 首先第一点 水平 和垂直 对不对 有影响吗 这个很简单 会是水平线和垂直线 我就不多写了 好 第二点 我们的重点内容 角度 角度 好 角度当中 我们是分成了两种 第一种 我们直接操作的 直接输入角度值 直接输入角度值 这种呢 是和直线的角度相同 和直线的角度相同的 好 第二点 我们扩展命令 或之后的 我们就要右击选择 这个命令呢 叫做参照 叫做参照 这个参照命令 我们什么意思 是让我们 重新 指定 直线 来代替水平线 进行 进行旋转 来代替水平线 进行旋转 好 第三点 我们的二等分 二等分呢 很简单 也就直接是 绘制较平分线 绘制较平分线 好 最后一点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内容 叫做偏移 偏移什么意思 还都记得吧 来绘制平行线 绘制平行线 当然 它也分成了两个 第一种呢 我们是 直接输入偏移的距离 当然 这个距离在什么方向 在直线的垂直方向上 好 第二点 我们叫右击来选择的命令 叫什么 通过 通过命令 通过命令呢 它是直接将直线复制到需要的点上 好 所以呢 这几点内容 构造线当中这几点内容 其中角度当中的这个参照 是一个重点 和我们的偏移 和我们的偏移 这两个是重点 我都打上了信号 所以在这边 大家等一会练习的时候 也要把着重点 放在这两点上面 好 刚才呢 我们呢 在绘制我们的构造线的时候 我们发现 构造线呢 是一些非常长的一些线条 所以对于这些很长的线条的话 我们不需要的地方 我们需要把它剪去 所以我们就要引入到我们这边的叫做修剪工具 都看到吧 我的光标 好 在这边修剪 看到没有 修剪工具 修剪工具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工具 好 在这边我随便的绘制一些线条出来 我们来修剪则试一试 好 我随便的画了一些线条 修剪工具怎么来使用 首先选择修剪工具之后 选择修剪工具之后 好 这个时候这个工具啊 这个修剪工具 大家不用看明里来了 选择修剪工具之后 直接点击确定键 选择修剪之后 直接敲击确定键 然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来选择你要剪去的部分了 好 比如说这条线不要 点一下 好 这上面三条都不要 我直接框掉 好 不好框 框两条啊 框一下 框一下 这边都不要 框一下 是不是都没有了 看到没有 都剪去了 好 所以这就是修剪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好 但是呢 修剪当中有一些内容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好 现在我把对象修剪成了这个样子 这时候我要剪这条线条 你点击 有没有发现剪不掉啊 这两条 好 框掉 能不能框得掉 也是框不掉 那这时候是什么原因呢 好 构造线 不是构造线 修剪工具 在修剪的时候呢 如果他只剩下最后一条线段 也就这条线 是不是只剩下这一条了 外面有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他就是无法修剪的 这条线是无法修剪的 看到没有 好 像这条线 是不是他一条整的线条 被分成了一段 两段 三段 你就可以剪掉这一段 好 还有两段 你可以再剪掉一段 这条 这一段呢 剪不掉了 剪不掉了 这条线呢 也是剪不掉的 剪不掉的线段怎么办 我们选中这些对象 点击delete键 是不是就可以删除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修剪的一个用法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再看一下 回忆一下 选择修剪 点击确定键 好 OK 修剪吧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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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线 剪不掉 这条线 剪不掉 这条线呢 也是剪不掉 为什么 最后一条线段 是无法修剪的 是不是很简单 这就是我们的 够早线的命令 好 很简单 我就直接把它写下来了 好 够我们的修剪 快捷键呢 是T2 T2 所以记住两点内容 第一点 首先选择工具后 要直接点击确定键 直接点击确定键 然后就可以修剪了 然后直接点击或者框选要修剪的对象 好 第二点什么内容 我们的当我们的对象 它只剩下最后一条线的时候呢 只剩下最后的一条线段时 是无法修剪的 好 记住这两点内容就可以了 所以呢 在这边快捷键 我来演示一下 这边的构造TX TL 和我们的修剪TR 好 XL 直接输上去 点击确定键 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是我们的构造线命令 右击水平 好 出来了 修剪的话 当然我这边 在这边 修剪TR 确定 好 这时候是不是刚好选择了工具 再次点击确定键 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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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明白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构造线命令 构造线命令 和我们的修剪命令 好 关掉它 好 在这边呢 我们刚才还留下来一个图形 留下来一个图 这个图 在这个图当中 我们把这个65绘制出来了 绘制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 这个65的长度我们还没有确定 好 在这边很多人投机取消啊 选择直线 在这边 感 好像把这两条线重合了 但是你可以保证它绝对重合了吗 没有人敢保证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的 正确的方法 因为我们CED是很精确的 所以正确的方法 你要使用到原工具 原工具 怎么来使用它 选择这个原工具之后来看一下 看到没有 指定原的原心 好 在这边 拖出来 输入半径 输入它的半径多少 65 确定 是不是找到这个点 有没有想到我为什么可以用这个原来画 我们的原心到原上的距离 是不是始终等于半径值 对的吧 所以原心 半径 65个距离 是不是直接找到了 找到这个焦点 好 然后构造线 直线 把它拖出来 画好 原不要了 删除 构造线 修剪一下 修剪 确定 剪掉 从这边剪掉 剪掉 剪掉 确定 是不是这个图就绘制出来了 能不能明白 好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的原工具 很多时候 它都是来起到一个辅助线的作用 起到一个辅助线的作用 所以呢 在这边 大家一定要想到 可以用原来帮我们找一些长度值 好 我们来看这个图形 好 我们看这个 这个 是不是只有四条线 看似很简单 看似很简单 在这边 这条垂直线 这条水平线 好 我们想一下 垂直线长度 不知道 那怎么办 你随便画一个长度出来 水平线长度 知道吧 80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到了我们这条斜线了 长度95 怎么办 你可以用原工具 来画一个半径为95的一个原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这个焦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原来帮我们找到我们相应的这些点 好 连起来 这段长度95 有没有看到 好 再慢一点 点一下 拖出来 拖到这个点上 看到长度了吧 95 因为是它的半径值 好的 远删掉 这边等一会一起修剪 好 到这边的位置 58 40 40 40是不是在它的垂直方向上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点的位置 怎么来找呢 可以先用构造线 右肌 偏移 把它偏移下来多少 40的距离 40 确定一下 选择这条线 好 点一下 出来了吧 怎么办 画一个58的一个原 原工具 点一个点 拖出来 长度是58 确定 绘制好了没有 好 再用直线 把这两条线的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好 这条线 这个圆 是不是都可以删除 修剪工具 把上面这个修剪一下 直接确定 删掉 OK 这个图是不是就绘制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呃 原工具来找长度值 所以在这边 我们作业题当中的 第二节课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全部把它做出来了 就可以全部做出来了 所以在这边 大家等一下 仔细的练习一下 好 在这边我们第二节课的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边 好 在这边大家仔细的练习一下 好 这边呢 第二节课内容比较的重要 直线 构造线 还有修剪工具 三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大家一定要仔细练习 好 我们就讲到这边 好 我们下课